1988年南韓汉城奥运 香港派出49个运动员参赛 重温当年游泳选手的备战情况 香港今次派出10个游泳参加奥运游泳项目 其中4个参加上届奥运 至于其他游泳 虽然有很多已经是一线的游泳参加不少国际赛 不过对于第一次参加奥运来说 心情难免有紧张 觉得很荣幸 可以看到很多世界级的选手比赛 至于第二次参加奥运的 香港六项纪录保持者曾二敏就说 奥运之后会减少比赛 这一届参加越来越接近 不游泳 所以会好好珍惜这一届 今次10个代表是参考两次轮选赛 加上亚洲泳赛的成绩挑选出来 其中3个在这些比赛 还未达到选拟标准 不过因为他们在以往表现加 还有潜质 所以获选加入 我亚运以前和很多以前的比赛 都有过这个奥运的标准 是这次可能未够休息 因为刚刚去澳洲练水了回来 为了准备这次奥运 香港队曾去过澳洲和瑞士集困 回来香港之后 一个星期就练六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结束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草莲惠地》所运